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講第十九章 也就是波動度的微效曲線 事實上這一章的內容並不是很多 大概重要的就幾個點而已 第一個就是什麼東西叫做波動度微效曲線 然後就是說這個微效曲線 跟隱含的標地物它的價格分配有什麼樣的關係 大概就是這兩個重點而已 所以這個題目也不是很多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就是說何謂波動度微效曲線 我們記得在Brecious的公司裡面 其實它是假設波動度是一個常數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你假如去求市場報價之下的銀行波動度的話 你會發現每一個契約它的銀行波動度其實都不一樣 換句話說Brecious的公司基本上是錯的 這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因為公司本來就全部都是錯的 所以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在統計裡面 我常常會去做什麼虛無假設 然後對立假設 然後去做統計檢定 對不對 那假如說你今天假如去抽樣之後 你發現沒有辦法拒絕虛無假設的話 通常我們都不會寫接受虛無假設 我們通常都不會寫接受虛無假設 我們都會寫什麼 我們都會寫fair to reject HD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我並沒有接受你 我只是無法拒絕你而已 無法拒絕你 但基本上我還是覺得你是錯的 只是我現在抽樣的結果 我無法拒絕H0 那並不代表我是接受你的 那這什麼意思就是說 其實基本上科學的研究大概都會 假設很多東西本來就是錯的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現在接受它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它是錯的 就是了 所以Precious它的模型是錯的 這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是因為所有的模型都只是玩具而已 都是錯的 那問題是這個抽的模型 它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用處 或者是我們可以怎樣去修正它 然後來幫我們完成一些的事情 好所以我們就要回答 什麼東西叫做波動度的回校曲線 那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假如去做一個圖的話 那橫走是履業價格 重走是銀行波動度的話 然後假如按照Precious的設定 這條線應該是一個水平線 因為波動度是一個常數 但是我們常發現說這條線好像不是水平線 例如說等一下會講到的在外匯市場裡面 這條線就會變成是價平的銀行波動度比較低 然後價內或價外的銀行波動度比較高 所以顯然不是一個水平線 那因為在外匯市場上 這一條線看起來像是一個微笑的樣子 在這邊加兩個眼睛 然後再加一個鼻子 再加幾個多久人家是微笑的樣子 所以就把它叫做Vatetis Smile 或者是我們之後會講到的 你假如在權益市場上 其實就不大像是微笑 就比較像是Vatetis You 所以我就是波動度偏寫的意思 但是它還是不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什麼東西叫做波動度的微笑曲線 事實上它就指說 今天我們要把銀行波動度 波動度劃在重軸 然後旅月價格劃在橫軸的話 這樣的話我們去描述銀行波動度 和旅月價格的關係所形成的這條線 我們就叫做Vatetis Smile 中文就把它翻成波動度的微笑曲線 所以基本上什麼叫波動度微笑曲線 就是我們今天把波動度 銀行波動度對漁業價格去做圖 那做出來的這個圖形 這條線其實就叫做波動度微笑曲線 好 那到底要抓什麼契約來算銀行波動度 這可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今天同樣契約其實不僅有買權 也有賣權 事實上你該怎麼去抓什麼權力來算銀行波動度 相對於說今天假如說在某個旅月價格之下 給定某個固定旅月價格之下 你到底要拿買權來畫銀行波動度 還是要拿賣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要去解決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題 就是說是說明為何條件相同下的歐式買權和賣權 它的銀行波動度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證明說今天假如是歐式的權利的話 而且條件相同 什麼叫條件相同 就是標地物相同 到期日相同 還有旅月價格都相同 什麼東西都相同的情況之下 今天歐式的買權和賣權 它的銀行波動度應該要一樣 好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很重要的結果 我們就來講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今天假如是歐式的權利的話 那我們都知道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買賣權評價定理 好所以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而且這買賣評價定的呢 因為市場上有套利的力量 所以必須要使它等號是相等的 那我們在證明買賣權評價定理的時候 曾經說過了 其實這條市在證明的時候 只有用到市場上套利的力量沒有被阻礙 而且呢 只要有利可套 大家都會去套這個條件而已 事實上並沒有去假設 標地物它的隨機過程是怎樣 所以不管你對標地物呢 未來的走勢是用什麼複雜的數學模型去建構的話 總而言之呢 這條市值呢 在任何的模型之下 都是必須要成立的 那不管你對標地物的價格是怎麼去設定 不管對標地物的波動去怎麼用 高升的模型去設定 總而言之 做出來的模型呢 都一定要符合這條市值 不管那個模型呢 就是連最基本的財務的一些限制都沒有符合的話 那這模型肯定是錯的離譜了 好那我們就看看說呢 這條市值呢 其實對不管什麼模型都是要對的 所以假設你今天是用 Precious的公司來算出買權的價格的話 那這條市值也要對啊 因此呢 我們就把那個買權跟賣權呢 它的下標呢 就寫個BX 代表說呢 這個權力呢 是用Precious的公司算出來的 好 但是同樣的呢 這條市值呢 對於現在市場上的交易價格來講 也是必須要對的 因為我們說呢 市場上只要有套利的力量的話 只要這條市值呢 不相等的話 就會有套利的力量進去 讓這條市值呢 又接近相等啊 不過呢我們說其實實務上呢 不大可能會相等 但是因為今天套利是有成本的 那只要呢 今天這個差距呢 小於套利的成本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視為這個市場是很有效率的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真實市場上的狀況 好 所以呢我們說 這兩條市值 而且這個市值呢 不管對Precious的公司帶進去 所算出來的買權跟賣權權利金 也是必須要相等的 對市價也是必須要相等的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兩條市值呢 減一下 那我們就發現呢 Precious算出來的買權呢 減掉買權的市價 那事實上呢就會等於呢 Precious算出來的賣權呢 減掉買權的市價 那這個等號呢 是會相等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假設有一個波動度呢 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呢這個波動度百分之二十呢 它可以使得呢 買權的Precious算出來的價格呢 等於買權的市價 那這當然代表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說 今天只要Precious算出來的買權呢 等於市價的買權的話 就是買權的市價的話 那事實上呢 這個百分之二十就是 銀行波動度 所以我們說呢 百分之二十其實就是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好 所以呢 今天只要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值 使得呢 買權的Precious公司呢 那個Precious公司的買權價格等於 買權的市價的話 那事實上呢這百分之二十就是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那在這狀況之下呢 其實這個等式的左邊 就會等於零 但是因為呢 等式的左邊又等於等式的右邊 所以呢這個百分之二十呢 同時也會讓等式的右邊等於零 但是等式的右邊等於零呢 就是Precious呢 算出來的賣權價格等於 賣權的市價 那事實上呢就代表說 百分之二十 它也可以讓Precious算出來的賣權的價格 等於賣權市價 那根據定義呢 這個百分之二十呢 就同時也是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銀行波動度 好 最後呢我們再把這整個邏輯再想一下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講呢 找到一個值 它可以讓等式的左邊等於零的話 則這個值呢 根據定義 它就是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但是呢這個值呢 同時也可以讓等號右邊等於零 所以根據定義呢 這個值 同時也是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所以呢我們說 今天只要條件相同的歐式權利 那事實上呢 它的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一定要等於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好那這個東西呢 到底在應用上有什麼應用之處 那在講這東西之前呢 我們再回憶一下剛剛整個討論的過程 我們發現說呢要得到這個結果呢 前提就是 買賣權平價定義呢 其實是必須要成立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現在市場上的交易狀況是怎樣 那今天呢是12月26號啦 那昨天12月25號呢 台股呢又大跌了 那今天呢大概漲了一些回來喔 大概漲了一些回來 所以現在是漲了68點 好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是現在最新的1月期貨價格 然後呢這個是買權的銀行波動度喔 然後呢這裡是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那我這裡呢就是都設定 成交量大於100口才來看喔 因為呢都已經快交易一個小時了 假如還成交量不到100口 那顯然呢 那個價格也不是太具有代表性啊 好所以呢你現在看一下這兩個數值喔 你會發現好像不大一樣 例如說呢 呃履約價9500的買權呢 它的銀行波動度是21.26 但是呢賣權只有20.91喔 然後你再看一下 旅約價9600的買權 那波動度是20.11 賣權呢只有19.89 那旅約價9700的買權 那波動度是19.24 但是賣權只有18.77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基本上是因為呢 買賣權平價定理呢 其實是沒有相等的 但是呢我們說 實際上呢因為套利需要成本嘛 所以買賣權平價定理這個市場沒有相等呢 也是可以預期的啊 只要這個差距呢不要大於套利的成本的話 那我們都說呢 其實這個市場都算是很有效率的市場 所以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今天呢 假如這個買賣權平價定理不相等 例如說今天假如呢 左邊大於右邊的話 那事實上呢就隱含說 買權再加上 旅約價格的折限會大於呢 標地物價格再加上 賣權的市價 那其實呢就代表說 今天買權的銀行波動度呢 其實是大於 賣權的銀行波動度的啦 那反之呢假如說 左邊比較小的話 例如說呢 買權再加上旅約價格折限呢 就小於呢 期貨的價格折限再加上 賣權的市價的話 那這樣的話代表 如果要右邊比較過一點 左邊比較便宜一點的話 其實呢就是 賣權的銀行波動度呢 是大於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所以呢我們說 事實上呢 條件相同之下的歐式權利 它的銀行波動度相不相等 事實上跟你去檢查 那個歐式買賣權平價定理 相不相等是同一回事啦 那假如說呢 今天歐式買賣權平價定理 左邊比右邊大的話 那事實上呢 假如是左邊是買權加 旅約價格的折限 右邊是 期貨價格折限再加上 賣權的價格的話 那假如說呢 買賣權平價定理呢 左邊比右邊大 其實銀行的就是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比賣權銀行波動度大 那假如說呢 右邊比左邊大的話 那就銀行的 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其實是比買權的銀行波動度大 好吧 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 其實這個市值 減起來又變成負的 那我這邊呢 事實上是 剛剛買賣權平價定理的 左邊減掉右邊 所以假如說是負的話 就代表 右邊比較大 所以你就發現呢 果然沒有錯 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是比買權大 但是呢 假如說這個是正的話呢 那就代表說 買賣權平價定理呢 左邊比右邊大 所以我們看一下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果然比賣權的銀行波動度大 但是基本上這個差距呢 那套底的力量都會死 它大概就是差在3點左右以內呢 好 所以呢 我們說理論上呢 只要買賣權平價定理相等的話 則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應該跟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是一樣的 但事實上呢 因為套底需要成本 所以假如買賣權平價定理呢 不大相等 那當然呢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就會跟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不大相同 那到底誰大的話 你就把這個市值列出來 那假如說左邊比較大 那就是呢 買權的銀行波動度 比賣權的銀行波動度大 假如說右邊比較大 那就是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比賣權的銀行波動度大 但是呢 假如市場上的力量不被阻礙的話 那我們大致可以把它想成呢 條件相同的買權跟賣權契約呢 只要你是歐式的契約的話 那銀行波動度應該都是一樣的 好 那既然說起一樣的話 這個東西在實用上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因為我們發現說 選擇市場通常都是價品偏價外呢 成交量比較大 成交量比較大 所以你想看看 當今天我要畫 旅約價格小的這些契約的銀行波動度 之後 那我會不會拿買權來算呢 其實不會啊 因為呢 小的旅約價格對買權來講 是價內的契約 那你發現呢 價內契約成交量其實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所以我們對那種小的旅約價格呢 我們就習慣拿賣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但是呢 對那種比較大的旅約價格呢 來講 那因為對賣權來講呢 這些都是價內的權利的 那價內權利其實成交量是很小的 我們看一下價內的賣權現在成交量還是很小 所以呢 對這種比較大的旅約價格呢 我們在畫銀行波動度的時候 就習慣拿買權的銀行波動度來做 反正呢 今天理論上已經告訴我們說 用買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跟用賣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呢 實務上我們當然就是找 成交量比較大的契約來做 好所以呢 今天對於小的旅約價格 我們就拿賣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對於大的旅約價格 就拿買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那畫出來的線呢 就會像是這樣的一條線 那通常我這裡就是畫過去4天的微笑曲線 今天呢就是藍色這一條線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的波動度跟昨天市場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那它就呈現了一個低旅約價格比較高 然後呢 高旅約價格就比較低的狀況 當然右邊這裡有敲起來一點點 那只假如說呢 我們就價平左右來看 價平大概是9500左右 那在這一段附近呢 的確是呈現了低旅約價格的波動度比較高 高旅約價格的波動度比較低的狀況 好 所以呢 像這個例子到底有什麼樣的應用之處 那它的應用之處就是說 它可以讓我們呢 實際上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也就是橫走角是K 中軸是銀行波動度的時候 那我們呢 可以怎麼去畫呢 我們可以在低旅約價格這部分呢 我們就拿賣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然後呢 高旅約價格的部分呢 我們就拿買權的銀行波動度來畫 那反正理論上告訴我們說 條件之下的買權跟賣權的銀行波動度 一定要相同 所以我們當然就可以選 成交上比較大的契約來做 那這個做法呢 是很常見的 例如說 你假如以後呢 有去上一個東西 去求一個叫做Valance Swap Valance Swap它的 定價模型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說呢 基本上他要去 複製出Valance Swap的報廠的話 他一定會去選一個 叫做F0的 然後呢 小於F0的部分呢 我們就用賣權來複製 大於F0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就是用買權來複製 那概念上呢 也是這個意思啊 那例如說呢 你去看一下奇交所 他在算CBOE的這個 銀行波動度指數 就是波動度指數的公式裡面呢 其實他也有用同樣的概念喔 他也是先去決定出一個F0 然後呢 今天比F0小的履業價格呢 我們就拿賣權來計算銀行波動度 然後呢 履業價格比F0大的呢 我們就拿買權來計算銀行波動度 那這個都是這個概念的應用 也就是說理論上告訴我們呢 同條件之下的歐式買權跟賣權的 地坦波動度應該相同 所以實務上我們可以拿 成交量比較大的契約來做 所以低履業價格的 我們就拿賣權來畫 高履業價格的就拿賣權來畫 那這個應用呢 不僅用在波動度指數的計算 也用在VilanceSwap的估值之上 都有用到這個東西的概念 不要再試用 好想認知 你看